好 我们来直接说事儿啊 平地腿打软 有的甚至直接就跪下了 这还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各个年龄段都有被困扰的 这到底什么情况 媳妇太厉害了 是吧 细关节发软这种情况呢 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 它主要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关节内 可能有一些炎症 或者有一些软骨碎片的 半夜板损伤的部位啊 那么导致关节 比如说突然一个卡牙呀 或者突然出现一个脚索呀 可以造成打软腿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股四头脊本身的肌肉力量不足 所以呢在行走活动的时候 尤其剧烈活动的时候 可能出现股四头脊的力弱 这样呢出现一个打软腿的情况 为啥股四头脊不优秀就打软腿了呢 股四头脊是人体这个最强大的一个肌肉 它是由四块肌肉组成的 就是股脂脊 股内摄脊 股外摄脊和股中间脊 所以它四块肌肉合成一个头 叫那个股四头脊腱 然后通过冰骨 连到下方的避震带 连到颈骨结结 所以它是膝关节 一个强大的身袭的一个装置 所以说我们平时走路 或者跑步的时候 身袭是主动的 而曲袭呢 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身袭的功能不足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 打软腿的一个症状 我就经常的走走道 腿就软一下 旁边有人的时候特别尴尬 那怎么分辨腿软 到底是啥引起的呢 平时如果正常走路 如果出现打软腿情况 这个区分呢 就要看它的这个合并的症状 比如说一个韧带损伤 和韧带撕裂 那么除了打软腿以外呢 会感觉走路的时候 关节不稳 尤其在快肘 或者跑的时候 感觉关节有这个不稳定的感觉 那么有时候也出现 打软腿的情况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半夜版损伤 半夜版损伤可能是导致关节一个脚锁 就是以前讲过的锁住 这种情况 那么也合并打软腿的情况 所以呢 合并的症状呢 也很重要 我经常曾有道 腿就软一下 但是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感觉 平时基本就是没啥锻炼 可能就是肌肉不好 那像我这种单全的肌肉力量不好的打软腿 是不是就没啥事啊 关节周围这个 蜕变这个因素呢 其中有一点 就是关节周围的韧带和肌肉呢 要强壮 要稳定 那么如果说韧带或者肌肉不够稳定 那么会造成关节的一个不稳 这样的磨损就加重 所以从理论上讲呢 不是容易造成关节的蜕变加速 那么这个因素呢